欢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频道 今集内容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用Tracer这个wallet 里面的那些 那些买卖系统去买Bitcoin 究竟值不值?多不多? 今天试完就是 最近都比较了很多购买Bitcoin的 渠道,包括Virus Binance 还有Virus Binance,Tibit 买Bitcoin最后放入自己的wallet里面 也都 结果出人意表 就是Virus就比较多些 不过Virus买的时候就比较多滞爪 常常阻碍你又要怎么怎么 所以那位自己衡量下风险 有些朋友都留言给我 他说,哎,搞这么多 不如用最简单的方法 给多少少手续费都不要緊 所以我觉得Binance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也有一个最新的实测 就是,原来Tibit买都不差 只要Tibit你换了USDT 返去Binance 再放进自己的Tracer 效果都不错的 所以看到这几集都可以省很多时间 大家真的要好好 给点赞和分享 因为做这些影片都不容易 刚才做了一段时间 试了很多东西都得到结果 让大家省得到时间 让新手入坑,免得太复杂 找一个最简单的途径买 那你都省得到很多时间 事不宜遲,立刻实测一下 我们每次测试都是用1万港币 最后换到多少Bitcoin 是我们Tracer的户口 每一次都会重新再做一次 例如我们都会用1万元在Binance 和在Wireless 到最后得到多少Bitcoin 因为每天的价钱都不同 或者的Policy都不同 都可能有机会令到你的Bitcoin数目不同 那我们马上试一下Binance 我都会记录给大家看看 现在我们Binance买了多少 那我们既有规则 大家已经看了很多集 我相信都知道我怎么玩 不知道的就看回我之前的介绍 我们有几个介绍 包括Binance Brabus Card 还有Tracer 手指 即是Bitcoin Code Wallet的手指 去怎么开 和怎么收Bitcoin 还有昨天也有个手机版 如果大家投资不大 都用手机版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要玩 一万几千 真的不要买个Hardwallet Hardwallet也要5-6块钱 那当然没有运费 不知道想没有运费 我之前好像不用运费 还有我也会开一集 昨天也有很多朋友问 无论是新手老手 也有很多问题 那我也想回应一下 希望大家在这个频道上 互相学习 也有些朋友建议我 开个Telegram 开个Group 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有兴趣 不过就忙一点 我们暂时都在YouTube沟通一下 先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一皮东西 最后去到多少Tracer 我们立刻开播了 去到Binance 今天按Market 对不起 按这个Bikrypto With Credit Card 之后就打下去了 一皮港币 现在就立刻计到 0.026697 那我们就打到这个表 没想到 我们老玩法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还没减 因为它拿出来要减0.005 那我们现在在 数学差已经按错了 那我们立刻 0.026697 -0.0005 最后实际得到Bitcoin数 就是0.026197 这个就是你要注意的Number 那我们要红色笔记住 之后我就去这个手机 Wiris 那大家 我迟些会有个优惠给大家的 Wiris好像都答应我都会有些优惠的 但是迟些才知道 可能在优色都不知道什么事 那我们按Wiris Card 按 我连结这个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Wiris Card 就建议大家 看回我之前介绍的影片 就是关于 怎样得到这张卡 这张卡有什么用 我迟些会再详细点 开一条影片 讲一下好处坏处的 那这张卡有什么用 就是用信用卡绑定这张卡之后 你入钱下去 可以买Bitcoin 买什么币都可以的 不只是Bitcoin 可以买到欧罗 美金 到时候你去外国旅行 或者去日本 都可以当地按些钱出来 就不需要手续费 当然是小客 不太多 现在按 一万元的港币 我现在打了 由于是手机版 你看不到 立刻打给大家 就是 0.026822 由于这个是一个 小火纸多些 原来它出来的手续费 都会多些 我减多少 大概0.00 0.0008 所以我们就立刻 起着手续费 原来是一筷手续费 原来是一筷手续费 现在是0.026822-0.0008 我也是那句 我现在不是说一个很细节 最后实际得到多少币 因为我没有按下去 没有确定 究竟得到多少 不知道 有没有其他手续费 但也让大家知道 是相差多远 上次看到 TaiBit真的是瘋 原来是收到这么多出金费 那这个呢 哇 差一点 就是差一点 就是差一点 那现在这个是多少呢 我们等下 最后全部一起成 今天那个Bitcoin数目 那个价格 才是最终极的 得到多少钱 你还是用钱去计算清楚 0.2也看不到是多少 那满众期待的 究竟我们平时的币 我现在应该没什么时间去试 那我们只试Tracer里面的币 这个呢 就是Tracer里面的币 那个版面 我们呢 就按一皮 那我 刚才都试过了 那我等了 我现在试一下 按一皮 那我 乱按先 让它 refresh画面 那我按 一万元 港币 最后呢 就换了多少个Bitcoin呢 哇 台币都可以 这些呢 其实Tracer呢 是一个 我估计是一间 Core Wallet公司 它跟这些 这样的平台呢 交易平台去联系 令到呢 你可以呢 有多个服务 我在这个 Tracer这个 网页里面呢 都找到 究竟如何安装 这个Tracer 或者如何买呢 那么欢迎大家 按下面的链接呢 会有优惠的购买的 Tracer手指 大家自己按了 那我就按HKD 按一皮 那在哪里买呢 就是在香港买 它会帮你找一个平台 或者找一个方法 给你买到的 那是什么方法 就不知道 看看它要用什么平台 那大概找到一个 叫做Simplex的平台 用Credit Card去买的 Simplex是什么平台 我就不知道 不过最后呢 我估计呢 都是会送给你 你是不需要 在Simplex那里 可能都要用一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等一下再按下去 看看 要不要做一些KYC 即是No Your Customer 就是一些身份验证 是要给它 0.02486 哇 大家看到 立刻少很多 所以 我不是说所有的手机 Wallet去买 或者是一些 Hard Wallet去买 但是 特别贵 起码Tracer这个 特别贵 神经病 差那么远 都差得不少 那最后 但是呢 这个有好处 立刻应该去到你的 Wallet 就不需要再转来转去 即是说 这个世界有难有不难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就会少一点 手续费多一点 那乘回今天的价钱 究竟今天的Bitcoin多少钱呢 4724 即是47024 我现在乘下来 47024 47024 乘回0.0.0 26022 这个折合就是 等一下我打错 0.0260 0.0260 0.0260 22乘47024 再乘7.8 对了 这个就得到 Virus今天就得到 9544.5 后面的太长 那Bitcoin得到多少呢 47024 乘7.8 乘0.026 1 9 7 9600 其实不差 差很少 9607 008.7 可以打黄色 会更好看 会更好看 这个就终极你的价格 即是用一皮换到9千多元 喂 怎样打 这个 不理了 差不多了 那Bitcoin最少了 0.02486 乘7.8 47024 那9千 哇 这个和这个差不多 剩下的就是 9118.3 哇 刚才做了这么多实测 这个就什么二叉 最差就是用这个TaiBit 射到这个Binance 直接射到手指上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实测了 有了结果了 那我们知道 暂时都是Binance和Virus 都是比较好少少的价 不会太差 大过这个Virus Virus和它相差无几 那最差就是TaiBitcoin直接买了 提醒大家 不是TaiBitcoin 给了它的报价给你再买 而是TaiBitcoin和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合作 最后得到这个 比较贵一点的价钱 那都可能要赚些佣金 介绍费 这一集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一集都 看到原来手指直接去买那个Bitcoin 其实就是贪物方便 如果我得到Bitcoin数目 反而就不是最多 最多Virus和Binance 暂时都是这几个方法最好 那这几条片都拍得挺辛苦 就是因为都要点时间去找资料 要试啊 还有都要研究个画面给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给like、share 还有给一些身色又省的朋友 给一个最简单最便宜方法 大家去买就不用左隔有隔了 有些朋友也都很好心 有很多方法去买Bitcoin 例如去Binance 刚才这个网络有个叫做C2C 即是市民和市民直接交易 那就省回一些费用 可以用过转数快的方法 可以进行交易 但是我还没试过 因为我觉得很繁复 而且交易的盘好像很少 而且不够快 要快要不需要左隔有隔 那我就用过 如果大家用过就分享一下 要好用的话就研究一下 还有最近很多朋友问东西 我也很想帮到大家 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去找 哪里找这些资讯 也都... 现在自己认识多一点 就想分享多些知识给大家 到时候 即是Bcoin很流行 或者很贵的时候 才再学 可能比较迟些 现在学多几样东西 到时候就不用左隔又隔 想什么方法买 左隔又隔 今集分享这么多 如果想开Binance Tiebit 还有买个手指 下面连结也会有优惠 大家都可以赚 遲些有Virus 更加多优惠 比一般的介绍费更加高 会更加多的介绍优惠 今集分享差不多了 我们有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 我真的为了详细说 很多人有问题 我们下集 下集我就会再 跟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 开一个十大 最多人问的问题 例如那些 什么是Public Key和Private Key 什么是Cold Wallet Hard Wallet 安全度方面是怎样呢 或者是用不一定要买的手指 我们再找一集再讲 今集的内容就是结论 暂时直接去用Cold Wallet 买或者Hard Wallet 里面的供应商去买币 暂时就 只是这家不好 其他人不知道 我迟些会再试 Blockchain App 或者Virus App Trust Wallet 看看会不会多些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